轉到特定款式的扭蛋高興大造 許多民眾到日本旅遊 都會在路邊扭上一顆 帶回台灣做紀念 甚至有玩家會蒐集整套 就由民眾一次帶了200顆回國 結果170顆扭蛋都在海關 遭到扣留 我可能會購買到我有成套 或是我有兩組 大概也是一兩百個左右 他會有一些問題說 為什麼你需要買那麼多扭蛋 長期搜成扭蛋的玩家就表示 過去也曾經遭到海關 善意詢問 而攤開規定一看 從國外購物 玩具每款最多只能帶五樣 而國人愛買的吹風機 和吸塵器等小雜電 相同商品也只能帶兩樣 總價更是不能超過一千美金 民眾出國購物 時常一個手划就買了太多 提醒您下次還是得注意數量 免得戰利品再不回家破壞旅遊性質 記得錄一款王蜂鳴 台北報導 大家認識你 雕填 一 百二 百二 一 百二 百二 百三